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每当漆黑的夜晚我们抬起头来 我们通常都可以看见挂在天空当中的月亮 它就像一盏夜灯一样照亮了我们漆黑的夜空 不过这盏夜灯跟我们家里面所有的灯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总是在变化着形状 有的时候饱满如汤圆 有的时候薄得像弯钩 而更多的时候就像是被某个好吃的人给咬了一口似的 这就奇怪了 难道月亮会变细法吗 它12可以让自己瘦一点 12可以让自己胖一点吗 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月亮 究竟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 还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所造成的 首先我非常喜欢同学们的质疑态度 然后我们就来仔细的研究一下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不一样 它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我们需要首先明确的一点是 我们之所以可以看见月亮呢 是因为月亮把太阳光给反射到了我们的眼睛里面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月亮反射到我们眼睛里面的那一部分 如果是由于某一些原因 让月亮的有一些部分呢 没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那么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一部分 大家应该都知道月亮是我们地球的天然卫星 这就意味着它会围绕着我们地球不停的公转 月亮它一个公转周期呢 大约是27.3天 大家有没有隐约的觉得月亮公转一周的时间 跟我们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好像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大家的感觉是没有错的啊 这中间的确是有一些关系的 我们以后会讲到 月亮在围绕着地球公转的时候呢 它相对于我们地球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 于是就会让我们看起来 太阳照在它表面的面积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像你站在一个人的正面 你能够看到它完整的一个鼻子 当你站到它的侧面的时候呢 你只能看到一半的鼻子了 而当你站在它的侧后方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鼻尖了 但是你一定不会说 咦 为什么这个人的鼻子总是在变化呢 月亮之所以看起来也会发生变化 其实是同样的原理 月亮这样周期性的变化呢 我们把它叫作为月像 一个完整的月像周期 开始于新月 然后依次是峨眉月 上弦月 迎突月 满月 窥突月 下弦月和残月 接着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所以下次当你在抬头看向月亮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准确地说出 此刻的月像了吧 我们将要用到以下的材料 两个这样被裁成圆形的瓦轮纸板 LED灯泡 两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 当然还有电池 热绒胶腔 双面胶透明胶 勾线笔 这样一个3D打印的灯座 我们待会会用热红胶把它沾在这上面 一个泡沫球 它的直径呢 大概是7厘米 这样一根细木棍 要有一把剪刀 白卡纸 还有灰色的黏土 之所以用灰色的黏土呢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月球 那月球看起来呢 它就是灰色的 好 现在第一步 我们需要用热绒胶呢 先帮我们把 这样一根小木棍呢 给它沾到我们这个圆形的 大的瓦轮纸板的中间 我们要尽量让这根小木棍 垂直于我们这个圆盘 然后稍等一段时间 等这个热绒胶呢 彻底的干透 在它干透之后呢 我们也需要把我们小的 这样一个圆盘呢 中心打上孔 然后把它穿过 这样一个小孔 穿进去 测试一下它能否在中间呢 自由的旋转 就像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我们现在呢 要来做我们的月球了 那拿出这样一个白色的泡沫球 我们需要在它的表面呢 包裹上灰色的黏土 拿出一定量的黏土 我们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有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好 把它搓圆 然后摁扁 然后把它包裹上去 让它均匀的把我们白色的 这样一个泡沫球呢 包裹住 好 就像这样 不要漏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摁到 我们的这个小木棍上面 摁进去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它的中心位置 把它摁下去 好 摁到差不多这么高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月亮呢 来做出它的环形扇了 我们可以做出有大有小的撞击坑 模拟月球上面的环形扇 好 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LED灯泡 和电池盒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的LED灯泡呢 亮起来 首先把5号电池 装进去 然后红线对红线 黑线对黑线 看好 打开测试一下 好 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拿出 我们的这样一个 3D打印的LED灯泡的灯架 把它粘在这个中心的小圆盘上面 依然还是使用热红胶 来完成这一步 好 稍等 等热红胶呢 完全干透 我们再把这样一个LED灯泡呢 给粘在这上面 同样我们也可以选择 使用热红胶枪来完成这样一步 最后我们使用双面胶 把电池盒 粘在我们这个LED灯泡的正对面 就是这个位置 之所以粘在正对面呢 是为了让中心这个圆盘呢 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旋转 好 使用双面胶来完成这一步 好 旋转起来 然后打开这个灯泡 我们看一下 模拟一下月向变化 我们可以用透明胶稍微把中间的这个接线 来整理一下 最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圆盘的周围呢 来把月向图给贴上 那制作月向图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圆形的物体呢 来辅助我们先画一个满月 好 就像这样一样 满月 然后我们再接着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画一个峨眉月了 好 你看右边这个是不是就峨眉月呢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画 好 用剪刀把它们剪下来 好了 我们的月向图呢 就剪好了 哎 有没有发现居然有两个满月呢 啊 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新月 我们可以用黑笔呢 把它涂黑 接着把它们粘在这个大盘的周围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先来粘一个新月 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在这个位置粘上新月 那么在新月的正对面呢 应该是满月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把满月 粘在它的正对面 粘得越准 我们最后的效果也就越好 好 然后是峨眉月 上弦月 凝突月 窥突月 下弦月 残月 好 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下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